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您买彩券了吗 赵彩彩金已经打破记录 全美国出现赵彩热 在加州一秒钟就卖出700张彩券 上一期投奖没被抱走 但是二奖在旧金山的一家Safeway开出 得奖的是一个只有20多岁的年轻人 他抱走了190多万美元的彩金 今年7月5亿4千多美元的赵彩奖金 被位于San Jose的Wells Fargo 11名员工抱走了 之后就再也没有人中投奖了 如果您也有发财梦 那么来听听看财经专家的建议 看看彩券要怎么买才会提高中奖几率 首先统计学家说 中奖几率和地点没有关系 每一次开奖都是一次全新的游戏 所以每次开奖不会对下次开奖造成任何影响 每个人中投奖的几率只有3亿200万分之一 比被雷打中或者是被陨石击中的几率还要低 专家也说 无论电脑选号或者是自己选号 或者是每一次都坚持买相同的号码 对中奖都没有帮助 集体买彩券是唯一一个可以提高中奖几率的方法 假设您花10块钱买彩券 您只能买到五组号码 但是如果您集结99个亲友 每个人花10块钱一起买凯券 那么您和亲友一共可以拿到500组号码 中奖几率立刻比自己买五组号码高出了100倍 不过大家一起买彩券 奖金必须评分 同时也可能发生争议 为了防止中奖之后的纷争 出面买奖券的人 最好把每一张奖券引印下来 email给出资的合伙人 再假设您真的中投奖了 那么第一件事 就是立刻在您的中奖彩券上签名 避免他人冒领 之后马上找律师协助安排中奖的相关细节 同时记得一定要低调再低调 不要声张 避免亲友际鱼 其实回顾过去 中奖的幸运儿 很多人的下场都很悲惨 曾经有一个毒品成瘾的男子 幸运的中了2700万元的投奖 他兴奋的买豪宅 买名车 买私人飞机 还继续吸毒 结果没过几年 他的奖金就被他挥霍殆尽 最后落到只能住仓库 58岁就过世了 还有人不断被亲友骚扰借钱 自己又不善理财 没过几年就把奖金都花光了 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